关于这个离泰院可说的事那可太多了 这个地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磊哥一个视频给你讲明白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离泰院位于首尔的龙山区 是一个著名的商圈 号称拥有一国风情的观光旅游区 其实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街道 长度不到1.5公里 街道两旁 酒吧邻里 外国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地方 尤其是美国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离泰院这个名字其实它只是一个阴 它之前被叫做离泰院 也有叫做义泰院的 以前这里是驻韩美军龙山基地的后院 整个商业区都是围绕着美军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众所周知 但凡美军驻扎的地方 那旁边圈圈叉叉的行业就必定发达 日本泰国菲律宾越南全部都有这种情况 而韩国是最惨的 美军驻扎之前 韩国在当地的情色服务就已经出现了 直播服务的对象是小本子 二战期间 日本在朝鲜设立了大量臭名昭著的慰安所 强迫性剥削当地的女星 日本战败撤出朝鲜半岛之后 当地韩国政府马上就颁布法令 全面取缔二战期间的各类妓院 结果小本子杠走 好嘛 美国鬼子来了 那产业还没肃清了 美国人一来又全干起来了 而且规模变得更大 美军驻扎韩国期间 正好是韩国国力最弱的时期 大量的人根本就食不果腹 于是在美军基地附近就出现了 以出卖身体换取食物的韩国女星 同时也诞生了大名鼎鼎道 部队火锅 里面的食材主要是看当天美军往外扔了什么东西 1953年联合国曾经有一个调查数据报告 当时驻韩美军基地附近有将近30万的韩国妇女 而且已经出现了职业化 甚至还有会说几句英语专门服务美军的高级舱鸡 就这些高级鸡就超过2万人 当时驻韩美军总人数不超过7万人 也就是说平均三个美国大兵就给配了一只鸡 玩的多了难免就出现大量的混血儿 而韩国本地人还特别歧视这些混血儿 说他们脏是杂种是异胎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遭到歧视 所以那些服侍美国大兵的女子会选择打掉孩子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些女子集中的地方就有了离胎院 异胎院这样的称呼 南韩这些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当时南韩由于内战一穷二白 饭都吃不上 要啥没啥 在饭都吃不上的时候 谈何尊严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李承晚政府为了获得美国人的保护 那是想尽一切办法跪舔啊 等于政府背后推动了当地的情色产业 不过这也让穷的叮当响的南韩政府赚了一些钱 当年为了给殖民者提供吃喝玩乐 专门打造的酒吧一条街 现在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充满抑郁风情的酒吧街 一个亚洲国家 一个万圣节活动就造成了如此重大的伤亡 足以见得韩国是多喜欢这些西方的节日 这里提一句啊 韩国才是亚洲国家里面彻底西化的国家 整个国家超过40%人信仰基督教 是亚洲皈依者狂热最猛的国家 每一个西方著名的节日那在韩国都是大日子呀 这个万圣节本来是来自于欧洲凯尔特人冬季之前的一个节日 当地人啊认为十月末是人间跟亡灵界交汇的日子 亡灵会在这一天降临人间 然后这种习俗就跟随着殖民者带到了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属于是典型的英美文化 后来到了现代对于万圣节的推广 就是典型的文化跟消费主义的入侵了 在国外到了万圣节 装饰品 糖果 大南瓜 各种服饰 道具 那是一个巨大的生意 说到底啊 这其实啊 还是美国人的节日 亚洲人跟着起哄 就是典型的瞎凑热闹了 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此的狂热 亢奋的令人难以置信 通常这种狂欢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 应该都是清楚的 中国人是见识不了这种礼崩乐坏的场面的 但是人家韩国人满脑子被殖民的思想可不这么认为 韩国人搞文化加入 那可是大有一套啊 西方人搞狂欢节 阴乱趴 小西坝 那是有亚学亚 现在很明显是有超越的意思啊 整件事最大的问题就在韩国的首尔当局 明知道当天人潮汹涌 完全没有任何的危机管控意识 没有进行任何的管理跟疏导 事故出了 第二天文在寅出来作秀了 然后带着媳妇献花点蜡烛 这套跟美国人学的那可是真好 经过了这次 估计很多人都会对大量人员聚集的场景产生恐惧感 哎呀 这个事真是个悲剧 愿逝者安息吧 这次的事故啊 其中还有四名中国人遇难 这也累个啊 跟海外的老铁们 尤其是年轻人多说一句 人多的地方 咱尽量能少去就少去 能不去就不去 有时候人的生命啊 在这种重大的灾难面前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脆弱 希望大家都听我一声劝 咱一定要记到心里去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可是快报啊 记得一定要来啊 拜拜